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他是盛心歌唱家 他用无伴奏的音乐使历史一记振奋 展示了慢旅游的精神 他会根据观众的喜好演绎不同的音乐流派 包括歌剧 宗教音乐 清歌剧 法国歌曲 以及国际歌曲 他充满激情 以法语和英语分享蒙马特的历史和趣闻 促进了代际文化传承 他是蒙马特歌唱之旅的 适用所有人的发起人 他是蒙马特共和国大使 在巴黎2024年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 他录制了火车辆的音乐录音带 自2005年以来 推出了八张专辑和211首单曲 他就是法国 意大利 抒情女高音歌唱家 维罗尼卡 安东内里 让我们一起看向大屏幕 共同走进维罗尼卡 认识一下他 掌声有请 这是在疫情期间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 世界的这个关系都不是太好 但是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的女神维罗尼卡 在窗台唱响了这首 中国经典的曲目 什么歌 莫莉花 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和对艺术文化的喜爱 是的 我们知道莫莉花这首音乐 代表了东方的魅力 我们也记得很多的西方国家 演绎过中国的经典曲目 梁柱莫莉花 所以接下来全场所有来宾 让我们来自法国 意大利的朋友 维罗尼卡 安东内里 感受到咱们东方的热烈的掌声 有请他带来精彩的表演 《泰坦尼卡号》主题曲《我心永恒》 助演嘉宾 安妮 彭瑶 李平 陈伟 刘德军 柳叶掌声有请 《泰坦尼卡号》主题曲《我心永恒》